國防部證實 美國神盾級巡洋艦西洛號 16號由南向北穿越台灣海峽 美中角力升溫 美國軍艦穿越台海 似乎已成為常態 美國軍艦頻頻通過台海 被視為對大陸權威的挑戰 剛卸任的前美國助理 國防部長薛瑞福認為 未來四年大陸將持續對台施壓 奪取邦交國舉行軍演 甚至直接表明 美中主要衝突來源就是台灣 建議台灣在國防上 要做適當投資 強調透過軍售增強台灣實力 台灣面臨戰火威脅 被迫在美中兩強之間選邊站 成了夾心餅乾 但我們對於戰爭 真的準備好了嗎 美國是有意把台灣當成馬前竹 作為唯獨中國大陸發展的一個旗子 兩岸軍力差距日漸懸殊 國軍軍事改革卻相對牛步 美中對立升溫 台灣該如何避免 成為大國角力下的炮灰 已成為越來越棘手的難題 藉章大龍光君 台北報導